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不聊電腦手機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們在拍攝工具上面的升級 然後下次也和大家聊聊我們最近換的Canon R6 最近我們先升級了一套 Elgato Key Light Air 還有Stream Deck Gate Light Air 它是一個雙色溫的平板燈 而Stream Deck 它則是一個控制器 我們近期的影片拍攝角度有點變化 原本拍攝是用一個神牛的持續燈 加上一個廉價的LED燈跑 因此光線有時候就會偏黃有時候偏藍 後期不管怎麼調都很難調整 這個是我一直很想解決我的問題 這次在用了Key Light之後 也的確解決了這個基礎的問題 相信大家比較過往的影片和現在的影片 就能發現立竿建議的效果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想 我們到底是要維持這種白白淨淨的背景 配上一直在用的木紋桌面 還是要像其他科技頻道一樣 在背景打個藍光紅光 這些其實也是我們曾經的選項 但短期內我們覺得還是維持原本的風格比較好 因為這才是我們平常大家工作的感覺 沒有必要為了大家行業的方向怎麼變而改變自己的風格 這次使用的是兩盞的Key Light Air 還有一個Stream Deck來做升級 其實這兩個看似毫無相關的產品 是可以做出連動作控制的 後面會有更多的介紹 Key Light它的產品線目前有兩款 最早出來的是Key Light無後綴款的 價格是6,790 後來Elgato在國外推出了Key Light Air 但台灣等了好一陣子才上市 價格是4,790 入門款的價格優惠了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兩款的價格都不算便宜 神牛或是愛圖士類似的雙色溫的平板燈 其實價格還更低 不過Elgato的燈有它獨有的特色 像是因為內建的2.4G Wi-Fi 它的目標就是要做到跟電腦合一 在電腦上就可以控制所有燈光 再搭配上Stream Deck來達到更多的應用 而且這個價格是已經有包含指甲了 平常就是單獨安排一台iMac來做燈光 還有擷取畫面的控制 好,那進入界面以後 界面上可以看到有調整亮度還有色溫 算是非常直覺一目了然 先說優點好了 它可以單獨控制各個燈光 也可以將所有燈光連動在一起控制 亮度可以在每1%的精度下調整 從3%到100% 官方規格提到它最高亮度可以到1400流明 而色溫則是每50K一檔 範圍從2900K到7000K 有一個很細節的地方會讓你突然感動一下 你可以發現畫面上的電源鍵 它也是會隨著色溫的變化來調整的喔 那調整時的反應速度也算蠻快的 整體感覺在0.5秒還有1秒之內都可以完成 各個燈光的名稱也是可以自訂修改 例如我就以左右的名稱來區分左右兩邊 以後如果有更多的keyline的話 控制起來一定會更好玩 實際用起來覺得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但這些其實都是未來Elgato 它只要更新軟體都是可以去解決的 例如平常如果滑鼠沒有點上去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現在準確的亮度還有色溫值是多少 對於有強迫症想要看數值的人來說就會很痛苦 例如說MacBook上面我看不到電池的剩餘電量 我就會覺得很焦慮 我建議下一版可以增加顯示目前的亮度是多少% 色溫是多少K 也可以加入幾個快選的設定 這樣在操作上會更方便 有一點也是出乎我意料的 就是原本在A電腦設定好兩顆燈以後 我就忘記這件事了 後來我就用B電腦又重新設定了一遍 結果某一天我突然又打開了A電腦 我忽然發現上面的設定依舊還是可以控制兩個Keylight 喔?這樣子的話 那它數值是可以連動到B電腦的嗎? 我試了一下還真的是可以的 所以有心的話其實是可以作為兩台電腦 同事之間傳遞訊息的暗號 好啦先取一支Keylight Air做測試 因為它指甲是可以上下調整的 所以目前就是按照我平常使用的高度來做測試 大約是60公分左右 色溫先設定在7000K 但我平常是不用到這麼冷啊 圖表中可以看到 在3%最低亮度的時候是23Lux 而最高100%的時候是1010Lux 相較之下 BenQ的ScreenBar在同樣高度下 在最冷的色溫的情況下只有660Lux 而且Keylight Air的照射面積又更大 瞬間就會覺得其實Keylight Air還蠻物超所之類 接著固定亮度在100% 一枚500K向下調整色溫 最常用的6500K是1061Lux 而亮度在4000K的時候 達到最亮是1589Lux 那最暖最暖的2900K則是774Lux 所以它其實會隨著色溫的調整 亮度也是會有變化的喔 那回到價格的部分 如果是沒有用過Keylight的人 的確會懷疑這個價格是不是智商稅太重 我一開始也是抱持這種懷疑的態度是觀望了非常久 大概一年多也都沒有下手 後來有一次在展場看到Keylight Air發現 哇這也太亮了 這才小小一片而已 它非常不佔空間 而且它比我預期的還要亮蠻多的 在工作人員講解之後 我才了解他們推這款產品的原因 例如Elgato設計這款產品 最主要的定位就是給直播主還有YouTuber使用 即便是像我這樣不露臉 指拍產品特寫還有開箱的人 其實也是他們的TA 例如燈就可以放在左右兩側往中間打 或是直接將一個燈放在頂部 從上面直接往下照 那這次我還是選擇左右各一盞燈 這樣在燈光上會比較平均 我們實際使用後也發現這個亮度真的是蠻亮的 平常大概開60%到70%就夠了 不太會有機會用到90%以上 不然真的會亮瞎眼 接著來聊聊硬體方面的優缺點 因為是平板燈所以它比較不佔空間 而且光線的照射區域其實還蠻大的 而且也蠻均勻 比較不會有中心亮太多的狀況 此外相較一般的攝影持續燈 如果是它柔光效果就需要一個體積很大的柔光照 就會非常佔空間 而且這個LED的溫度也不會很高 所以它其實溫度的變化不會很大 此外它是Fanless的設計 所以也不會有風扇轉動的噪音 機殼背後是有造型紋理的塑膠 所以不容易留下指紋 但是連續使用一段時間後 還是可以明顯感覺到周圍有一點溫度 但這也很正常 因為旁邊就是LED的燈數 它是從側邊往中間打的 倒是有個部分是我功課沒做好 因為我最早看到的是Keylite 而Keylite它隨附的支架是桌甲形態的 所以固定的方式就比較不佔空間 缺點就是它就只能放在桌子旁邊 那這次在開箱Keylite Air的時候 我才發現 就是當下開箱我才知道 它是底座形態的 所以跟我原本預期的是有落差 但這主要是我沒有做好功課 這個底座相當穩 重量感跟金屬質感也都很棒 那支架本身也是金屬的 所以整體做工不錯 但缺點就是這個底座 真的佔用的面積還蠻大的 還好之前手上有一些 Elgato的桌甲的支架 所以對我們來講也不成問題啦 而且因為它的支架都是螺紋 都是四分之一英寸的 所以因此相機還有燈光 或是其他攝影設備都是可以通用的 上面它有一顆萬象球 相較桌甲的版本 這是新的桌上型的底座 固定了萬象球的螺絲 因為改變了鎖緊的把手 因此轉起來會好轉非常多 如果是相較舊款的話 就會發現這些細節都是有提升的 還有支架的伸脹方式 還有縮進的方式 也比之前的支架還要好太多了 不過我覺得Elgato 應該還是要考慮 將燈還有支架分開賣啦 將燈的價格的門檻 才可以進一步降低 也方便使用者可以搭配自己想要的支架 第二個產品是 Spring Deck 15Key的版本 原本看到價格是4590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抱歉打擾了 雖然我覺得這個東西有實體按鍵 也有很強的自定義特性 加上我個人認為Elgato 還有海盜船 他們的定價策略 其實都還蠻有供給性的 不會讓你覺得很多東西都有智商稅 但是5000多這個價位 我相信一定會讓很多人打推堂股 我自己是因為看了很多 國內外的開箱介紹 然後大家都非常正面的評價 所以我就想要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它講得這麼厲害 老實說用過以後真的有它厲害的地方 我也很佩服 但是站在廣大消費者立場 我完全可以建議這個產品真的是要便宜一點 比如15Key活動價是不是可以做到二開頭或是三開頭 才能讓更多人去接觸到這個優秀的產品 讓整個社群的力量更大 我自己在開箱完開始使用後 也真的有找到一些感動 那種感覺就很像十多年前第一次安裝Android的時候 大概是1.4還是1.5多的版本我忘記了 還有當時在刷集Android的那種感覺 就是從頭到尾去學習一個生態的那種學習曲線 自己下去真實的了解一個新的系統的那種感動 應該是腦中會噴出很多的多巴胺那種感覺 那就是每個步驟的成功帶來的回饋而有的那種快樂感 實際使用後我就是發現這個bug有點多 多到影響了我的使用體驗 例如說YouTube的訂閱功能照理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沒辦法顯示在上面我們現在的訂閱人數是多少 那我是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可以趕快修改掉 那扣掉因為這些bug而無法使用的功能 我覺得平常Keylight它的燈光調整色溫還有亮度 都可以透過StreamDeck來控制就是非常方便 也就呼應前面說的 如果Keylight的軟體上面是可以做出亮度跟色溫的數值調整的話 那理論上它一定也是可以把這些紙抓出來 然後抓到Deck上面來顯示 總之我覺得這個可玩性真的很高 只要你有心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得出來 甚至我還去翻了一下他們的SDK還有開發文件 想說之後有空的話可以來寫一些東西 搭配自己的工作流程就會更好玩了 那講到回饋 我覺得很棒的就是它的硬體設計是完全滿分的 它讓整個交互體驗非常有爽感 例如這個按鍵的力道回饋就非常舒服 還有按壓下去的時候按鍵的畫面也會縮小 在這種小的交互細節上面都有做出來 而且也是每個開箱的人都會講的就是 它的按鍵本身就都是一個小螢幕 因此才可以做到這麼極致的自定義按鍵 那可惜的是我覺得這個解析度有點低 即便我距離就只有一個手臂的距離 還是可以明顯看到這個像素顆粒 有時候抬頭看螢幕5K 然後低頭看到這個像素密度這麼低的東西 就會覺得蠻不搭的 雖然我對這個東西的成本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覺得一個四五千塊錢的控制器 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再做更好的 這樣在整體的視覺上就會更舒服 整體來說第一個視覺就會想到 傳統的攝影燈廠商他們推出的LED平板燈 而且Kila Air的價格並沒有比較便宜 也沒有通用的電池插槽可以隨身攜帶 但因為Elgato它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直播主 還有YouTuber的設計的 就是讓你放在家中使用不需要去帶到外面 所以整個套裝價格也就包含了支架 而且有無線WiFi控制的功能 還有更貼近電腦使用者的操作介面 以及搭配上Stream Deck以後 可以串起整個海盜船還有Elgato 甚至是全部電腦的功能的生態 而這個生態可以創造出的價值還有應用 那就不是傳統的攝影燈能夠比你的了 你覺得值不值得買 或是你覺得Stream Deck它還可以做出什麼應用 歡迎跟我們分享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